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老板喜欢在香港注册公司吗 我们来看一个片段 在中国100万我只能拿到42万 税是58万 在美国只有40万 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可能损害了一些公司的利益 大家且听且珍惜 香港开公司的弊端 第一香港注册的公司 不能处理人民币的业务 更适合外贸类型的公司 第二香港公司成立之后 每年是需要年审申报的 这个环节每年需要几千块 第三香港公司不能在大陆租用写字楼进行挂牌经营 那总结来说 香港注册公司更适合于做外贸的相关企业 或者是想将品牌国际化的企业 切记不要盲目的看到各种广告 就轻易的注册公司 毕竟适合自己企业发展方向的才是最重要的 那下期大哥为大家分享 如何用香港公司合法得力的进行税务的优化 和如何用香港公司将品牌进行包装 进行国际化 好了观众大哥带你了解更多香港资讯